三途真有 畜生你见到了 还有大部分畜生你见不到 鬼道你见不到 地狱道你见不到 真有啊 我们从最近这十几年来遇到一些附体的 以前没有 听都没听过 附体亲眼面对 细心去观察它不是假的 不是人表演出来的 它表演不出来 早年我在新加坡 我们家乡的城王赴在一个同乡来新加坡见我 他说出我小时候的事情 在农村里六七岁做的事 没人知道 大概只有我母亲知道 我弟弟都不知道 我弟弟小我六岁 完全不知道 离开家乡七十几年 而我母亲解放之后 没有多久 他就去上海住了 怎会有人知道那些事情 所以 绝对是真的 不是假的 小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成王爷搬屋 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 是在过年的时候冬天落雪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成王将那些事情提起来 他说成王爷搬屋的事 你还记得吗 记得 这件事情也绝对无可能说得出来 是在抗战之前的事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十六七岁 刚刚记事 遇到这样一回事 成王爷知道 成王爷知道 成王爷搬屋三天后 军队将成王廟毁了 所以他们知道 三天前就搬走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遇到附体 家乡成王来跟我说 他来找我做什么 要我帮他欢復成王廟 我就跟他说 这么难 国家政策不准 我听说 如果是佛庙 旧的佛庙 国家准恢复 神庙不准 神庙祠堂这些都不准 他就跟我说 炎王殿 成王廟里面最大的功德 最大的好事 就是炎王殿 他那时候的炎王殿是泥挑的 就是十殿元王 做作不善的人 在那里受果报 他是用泥挑做出来的 做得栗栗如胜 我小时候 母亲带我们去成王廟拜神 去看十殿 十殿跟我们说 不可以做坏事 做坏事 要受那种果报 这种教育非常深刻 成王廟对中国 古代社会 导致人心不敢做恶 做出最大的功德 如家劝善 是你自己有良心 不要意识作恶 有时看到 还忍不住 还会做 成王廟看完 不敢作恶 为何 作恶要受报应 妄于两舌 要入拔舌地狱 哪个这样 古圣先王 就用三个硬体设施 就将人文教好了 你说他是迷信 但是他真的将事做好了 人不敢有恶念 不敢有恶言 不敢有恶行 这些是他们的本事 你现在说他是迷信 现代人心坏了 什么坏事都这么做 做到连你都惊心动魄 怎么好 你无办法 所以实际上给不上帝王 他有办法 你无办法 神道切交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最高的哲学 最高的科学 达到登峰操极了 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